跟股东报告的时候要站在他的立场 让他听得懂的状况之下 我们才说 其他你不用说 他问你才解释给他听 企业形象为什么要良好 怎么才能良好 就是你要跟社区分享 不同的立场 想法不一样 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个叫做 股息平衡的一个原理 就是说我们今年多了 我们会留一部分下来 我们不完全算在里面 那很简单 你比如说已收账款 你就暂时把它变成运收账款 运收而没有收 是像你收的 那你如果兜到口袋里面去 这就要投机技巧 我不是 我是随机应变 今年一下发那么多 那估望明年的景气 不见得这么好 那明年一定是第一个话 我怎么向他们交代 所以我就把它弄一部分暗的 留到明年去 那有一个更好的保障 那如果年年有多了 那我就转投资 然后呢 做更长期的一个保障 结算以后 有盈余 但是没有现金 很多是账面上的数字 那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运收未收款 我本来可以收的 但是客户欠 托 或者他的支票 一时兑现不了 那怎么办 那个我们就 可以心里知道说 我账面上有这么多的金钱 事实上 我的库里面不可能有这么多 而且做生意 一手进来一手出去 它是流动的 这个钱为什么叫做通货 就是它是流通的货币嘛 它不可能存下来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账面上 明明是赚钱 那为什么穷的要命 为什么有这么多钱 结果要拿 拿不出来 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 所以当我们 在做财务调控 我们在要跟股东沟通的时候 这些方面都应该注意 因为我们是内行的 股东大部分是外行的 他搞不清楚你在搞什么发样 他就要听你讲话 这样一下那样一下 他就开始怀疑你 这样各位应该清楚 为什么公司对外要有统一的发言人 就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羊羊 那个羊羊 同样一件事情 不同的人 他是不同的说法 但是听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 你们到底搞什么东西 我们对股东要有一致的口径 不是骗他 而是让他不要起怀疑 所以我们好像彼此有矛盾 其实没有 只是不同的说法 你告诉股东说我们有钱 但是一直拿不出来 他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而我们是赚钱 但是你要我拿现金 就没有这么多 他都听不太懂 我再说一遍 我们跟股东报告的时候 要站在他的立场 让他听得懂的状况之下 我们才说 其他你不用说 他问你才解释给他听 你不用为大家都说 不用 所以有什么大众传播 要跟小众传播要相对的 有的事情是适合大众传播 有的事情只适合小众传播 不适合大众传播 我不相信说开股东会 欢迎各界人士来参观 来参加 我不相信这种事情 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所以外面一定有警卫 然后有很精美的纪念品 只是巴不得你来签个名 拿了纪念品去走 你不要开会最好 我觉得这也是 人之常情 并不是说这里头一定有什么诈 我大不认为这样子 因为你要说到每一个人都清楚 实际上有相当的难度 有原因 我们也希望抓住机会 为什么你钱好赚 就是因为机会好 那机会好你要不要扩展呢 一句话讲完了 有些公司因为不扩展而倒闭 有些公司因为扩展而倒闭 都有 就是市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或者你不知道哪些人已经准备要介入了 你不知道 为什么到最后都是这种曲线 就是因为大家一看好 通通一窝风气进来 结果击垮了 差不多都是这样 所以哪一门行业太热的时候 我们经常都是劝人家少介入 有一句话叫做 人多的地方不能去 各位要好好记住 人多的地方是不能去 因为人的地方他一块要记包了 你又进去 那正好沉到 那个风险最大的时候 要进入一个行业 应该在他的低的时候进去 而不是高的时候进去 一个行业 等到都没有人想干的时候 你就知道时机来了 等到大家都进去 你就知道快完蛋了 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大概八九不历十 而偏我们中国人都是赶热闹的 喜欢赶热闹 所以我们的事情 没有几年的好观景 那很快就是 大家都把它记垮了 明明是好事业的 也是被大家搞垮了 都是人的因素 我们还要注意 社会形象要良好 大家想一想 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 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是哪一个 十九世纪是英国 二十世纪是美国 所以我们为什么 老他把两个国家当作目标 说要超英港美 这三个目标很大 他最有钱 但是你去英国看看 现在二十世纪以后 英国人是越来越穷 而美国人现在也是非常紧张 我倒问你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懂得 好像经过二十世纪 人类应该有很大的了解 二十世纪对人类是很大的侥训 你回想二十世纪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一个人有钱以后 要记住 要分享 你才会安全 别人才不会背地里诅咒你 我试太多了 你说乞丐很多 你不能给钱 你一给 他一大堆出来 老实讲 这在很多国家都这样子 你到东欧去 我又是在雅尔达 一个小孩跟我要钱 我给了他 两三百个就出来 那会让你很害怕 然后你就不给 可是你下次试试看 我都试过了 我不给 一上车 车门一关 他就踢车子 有钱人 一定受到很强烈的诅咒 所以为什么 富不过三代 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你被诅咒到垮掉了 被诅咒到垮掉了 你进不起那么多人诅咒你的了 我很坦白讲的 所以千万记住 一个人富有 不要神气 不要骄傲 因为你的富有 大部分是主上有德 只有小部分 才你自己辛苦劳累 你应该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你才会 积德给你的子孙 这非常重要的 你看我们现在 稍微有点钱 我们就开始去帮助 那些贫困的国家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如果我们也跟美国一样 我们有钱 自己用 然后到国外去 表现很神气的样子 那我们也不持久了 一个人穷要穷的快乐 富也要富的快乐 这才叫真快乐 在21世纪 当我们富有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 就是分享 分享是美的 是美的 你看中国人 他一家人不太分 就是要分享 我们全家族 只要有一个人 发财了 他一定回家 一定要造福 自己的家乡 一定要在家乡 修桥 造路 然后呢 改一些学校 就是说分享 你懂得分享 你的祖宗 会因为你 而受到尊重 你懂得分享 你的子孙 会因为你 而得到负气 这一点不比心 这有什么比心 企业 形象 为什么要良好 怎么才能良好 就是你要跟社区分享 所以你看现在 一个企业经营起来以后 他就要把这个社区的道路 他要领养 他要来领养 他领养一段 我没有办法全部领养 我领养一段 你几个企业 把所有高速工作都领养了 那就保养得很好 我可以帮助这里 把机场盖好 不然人家第一印象不好 我既然从这个地方赚到的钱 我就应该拿一部分来回归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会很快的 就会成长 那地方成长呢 对我企业也是好的 分享有很多的好处 我有三个小孩子 我老大是读教导的 他学计算机 所以他在学校的时候 就到图书馆去攻读 那领了一些钱 回来他很高兴 因为他第一次领到钱 我领到一些钱 我说那你有两个弟弟 你怎么办 他都困起 我说你要跟他分一分 他说爸爸就这么一点点钱 要分 要分也多一点才分 我说你傻瓜 多我们就独吞 少才分 他一天有道理 那就分了 就分成习惯了 所以要教育 要懂得儿童的心理 要懂得青少年的心理 你百分之年 跟他说教 讲一得对道理 他根本听不进去 你轻轻松松的 有时候道理 正跟访 其实是一样的 你不要害怕 他一定听得懂 后来我就很轻松 因为他先到美国 后来两个弟弟弟 几乎都在教育 一个会分享的人 就会受到尊敬 一个懂得分享的人 上面人对他就比较放心 所以公司懂得跟社区分享 这个社区就会来帮助这家公司 然后到处去说好 我发现有些公司 不管杂志怎么捧他 电视怎么捧他 可是我一到当地 我就听到很多不满的声音 就是不懂得跟社区分享 中国人不太相信广告 中国人很相信 听闻 我们很喜欢打听 你到了某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很出名的企业 你一定会打听 打听当地的人 那个企业怎么样 他一反应你就知道了 刚好跟杂志上所写的 不太一样 跟电视上报道的 几乎是相反的 这种案例太多了 社区对我们好 他会提供我们很多帮助 哪一天搞到社区非常烦的时候 那你要小心 他很简单 他只要一月之间 在你厂区的大门口 用砖头 起起一道墙来 他就把你封死了 第二天你这个员工 就没办法上班了 这种案例不少 他可以让你员工 没有办法进出 看你还能营运 我们制造污染 我们制造噪音 我们的人出去 对邻居 对社区 很没有礼貌 甚至于制造不安 那社区怎么受得了 大家从这个角度去 你就知道 为什么要跟邻居搞好关系 就这个道理 顾客 跟我们有直接关系 但是社会大众 跟我们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他不一定买我们东西 但是他会受到我们的影响 这是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整天搞活动 那你怎么办 你就要向附近邻居去说明说明 要不然你吵闹 人家受到你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送点礼品 或者捐一笔钱 给他们社区 做一个什么花园之类的 他们比较容易接受 善尽责任 什么责任 社会责任 我们是有社会责任 为什么无伤不坚 就是因为你只顾赚钱吗 你不想其他的吗 你只顾自己吗 你不考虑左右邻居的影响吗 有一家工厂 实际上那是一块空地的时候 他就去了 然后后来因为他 才慢慢繁荣一个市政 但最后那个市政 大家一直表决 让这家厂钱掉 我们现在是政府 在主导 有一天会变成 社区的民众在主导 而且很快 很快 因为当人慢慢生活 安定下来以后 他就不喜欢受到污染 他就不喜欢 他的小孩 受到坏的影响 他会考虑这些事情 然后大家一开会 集体的决议 就要求你欠传 你不能说 我先来的 你怎么敢我呢 你这种话没有人会接受的 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们现在对公害 对环境的污染 对环境的卫生 对公共的安宁 我们的标准是越来越高 我想这是好事情 不是坏事情 企业形象不好 你的员工出去 都很没有面子 你想留人也留不住 你想知道 你的企业形象好不好 其实看你员工穿你公司的制服 喜不喜欢就知道 有个人到公司是不得不穿 一出门赶快就是塞 塞到哪里去 这身旁人家看到你是在哪家公司服务的 还有出去老用 是一个手遮住的 因为这里有公司的名字 跟你讲话老这样讲 那你就知道了 他为什么搞到这个地步 就是他心里头感觉到 在这家公司 实在是不得已 是为了吃饭 你要不然我老早走了 那这家公司就 你形象非常差 怎么样才能制造公司良好的形象 就是你要赚尽社会责任 出去人家一看到你就 你们公司好啊 然后你员工也 说我们公司哪样哪样情况 他们都会相信你 一个社会 如果反企业的情绪高涨的话 那就表示 这个社会 大家对企业已经没有信心了 迟早我们要面对 这样的一种抗拒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 是审查越来越严格 甚至已经订定法令 来限制哪一种企业 在哪一种地区 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 你爱在哪里就哪里 只要你有土地 现在都不行 现在为什么要集中在工业区里面 就是为了便宜管理 所有的高科技 都是很严重的毒 都是毒 老实讲 这些东西都是毒 你只要把键盘太靠近你的话 你身体就受伤 就受伤 电池波 危害人体是很严重的 所以有人很喜欢吃那个什么 用电池炉啊 去喝那个汤啊 其实最好都不要 最好不要 我有两句话顺便说一下 一句话就说 好吃的东西对身体都不好 那你偏偏喜欢吃好吃的 你跟自己过不去 第二个 科学的东西 对身体都有害 特别是化学的东西 物理的好 好一点 物理的好一点 生物的是最好 物理的其次 化学的是最糟糕 但是有很多人他根本分不清楚 老实讲 大家都不喜欢做聋人的话 那我们吃什么 我们吃什么 对不对 各行各业总要有人做 大家都一乎凤击到哪里去 那人类就惨了 社会需要各行各业的人 而不是说大家都急热能 所以老天这一点是很公平的 热门一人多 就赚不到钱 你看大学毕业重不重要 很重要 这张学历文凭很重要 但是当你去求职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张文凭是最不重要的 因为所有来求职的人 每个人都有一张 那就不重要了 你有别人没有 你就很神气 你有大家都有 那不重要 什么重要 所以当你去求职 去应征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张文凭是完全不重要 因为每年都有一张 这时候什么最重要 给人家好的印象 你讲话 很有条理 那最重要的 变成最重要的 当一个行业没落的时候 就是你动脑筋 去使他振兴的时候 你找到那条路 他就起来了 当一个行业到了高峰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进去 一进去就跟得下来 一投资就亏了 那你活必那时候挤热闹给什么 你会发现现在懂电脑的人 有专业 十年以后懂电脑人是没有专业 因为大家都懂得你有什么用 所以现在很多人还一欧风去读电脑 我不用算八字就知道 他四十岁以后找不到工作 靠电脑还能活 现在靠电脑就能活 可是年轻人一投赚进去 将来就不能活 当所有人都懂的时候 他就不叫专业 专业是少数人懂 多数人不懂才叫专业 所以我常常劝很多年轻人找工作 不要找最热门 在最热门的 你的有限生命是非常短 你看你到高科技去 你大概五年之后你就被淘汰了 凡是变化很快的人 你要知道 你的有效生命是非常短的 活得越长 有效生命越短 这种人越痛苦 越痛苦 所以很多人这个算盘子 都没有打过来 最后还是自己 一个人安不安 最主要是心态的问题 你心态安 他就觉得安 你心态不安 再好的东西你都不会安 那叫不知足 那种人就叫做不知足 那不知足人是最可怜 知足常乐 你认不得 看你足不足 足不是限制自己的发展 不是 而是人呢 不要贪得无厌 人很容易贪得无厌 好 还要更好 这固然是不错的 但是要有限度 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有缺陷的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 自己要认知 只要你活着 你就不可能十全十美 这样就好了 我们现在就是想突破自己 把自己当作神 最后都去坐牢 对不对 把自己变成神你就坐牢 那你何必找麻烦 只要你活着 你永远不是神 既然不是神 就有缺陷 就有缺陷 你要接受你的缺陷 你不要跟你的缺陷去对抗 不要 你只能怨自己有什么用 你只能怨别人也没有用 我们做一个人 不断的求掌金 就够了 其他都不重要 我们办一家公司 不断的求改善 这样就好了 还有怎么样 做得大又怎么样 做得小又怎么样 你还是 吃这么多 用这么多 最后还是活这么久 就没了嘛 所以我们常常把不重要的 看成很重要 把重要的看成很不重要 这才糟糕 这才糟糕 安以不安 是双方面的事 安以不安 是大家一起的事 所以每一个人 都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而不是无限制的 要求别人 那是不可以的 你有愿望很好 你有理想很好 但是要告诉自己 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打成 不可能 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所以你可以提出 你的欲望吗 但是当人家尽力的 你就要满意 你就不会痛苦 你看你去吃饭的时候 任何一道菜 端上来 你如果说 很好吃很好吃 他就觉得很爽口 很好吃 一爽口 这什么都这样 炒成这样子 这怎么吃 那你的肠胃就开始 发出那种不笑话的 然后你说 叫吃吃 重新 蓬调一下 那你就糟糕了 当他端去的时候 一路的怨气都灌进去 厨师一看 批扒 弄了很多唾液进去 你如果再咸 他就弹都吐进去 比较有味道 那你吃的就倒霉 我觉得这些都是 意料当中的事情 不是好坏的问题 换成你 你也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 厨师不可能 每一道菜都烧得很好 不可能 你不能要求他 他情绪好的时候 他就烧得好 他情绪不好 他当然烧得不好 尤其是中国菜 台湾有一个 非常会棚调的人 他每次上街 买鱼都满两条 然后煎成一条 一条不能吃 一点味道没有 丢掉 两条鱼的滋味 味道都 煎到一条鱼上面去 多厉害 可是他就逃不到老婆 所以不敢嫁给他 嫁给他 要同条 天天爱骂 而且他去吃饭 最紧张的就是厨师 厨师一听到 我们的奶子 挂挂挂得了 夹把劲 满身的汗 端上去 还偷偷去看 看他表现怎么样 一吃一口 这个厨师就完了 一吃点头 厨师马上加薪 他有这么大的威力 但是自己很痛苦 因为别人 煮的鱼都不能吃 那天天要煎给别人吃 有所有人说 你给我煎鱼 来给我煎一条 做奴才 好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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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